大家好,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國股市的一個方法 去找出圓周率Pi的數值 很熟悉的數值是22除7 另外還有一個數值是355除113 這兩個數字在中國 中國古代是怎樣走出來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先看看故事 在265年的時候 中國一個很偉大的數學家就是劉輝 他創立了國原術 國原術大家都很熟悉,在YouTube上有很多 視頻可以參考一下 亦是非常漂亮的做法 他將這個圓形分到3072的正多邊形 令他計算到Pi去到少數點後4位 過了劉輝之後 去到大概370-447的這段時間 另一個數學家 亦是天文學家,就是何成天 何成天創造了調日法 其實調日法的意思是甚麼意思呢? 以前古代的時候 日字 代表是訓母的意思 不關日頭或太陽的意思 調就是調節的意思 所以調日法 就是調節一個份數 數值的意思 我後面會再說 調日法的過程 其實是整個份數是轉的 不單止是訓母是轉的 這個 其實如果我們用回 現代數學的說法 其實它是一個叫做甚麼呢? 一個叫做interpolation 一個叫做內插法的 一個Iteration 一個跌代的方法 當然啦 我們的主角當然是 祖聰之 祖聰之在480年 他就憑著國元術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他可能是國元術最主要的 他就把圓圈角到 12288個邊 去計算出Pi的數值 但是也有一些 學者 還有一些文獻 也都記錄過 其實祖聰之 他是懂得 是調日法這個技術 那麼 調日法 但是我上網看 就是在YouTube上 當然 是沒有視頻做過 老實說 沒有人做過這件事 所以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調日法 為什麼它可以出到 355除183 這個那麼準確的數字 準確到甚麼呢? 它只會跟 真實的數字 相差這個這麼小的 0.0000005 85% 亦都維持了 在98年 都未有人打破 98年之後 當然有些可能先進的技術 再可以把Pi推到 更準確的位置 我們一起看看 就是祖聰之的 調日法 它的動作 我們一起看看 這個調日法 基本的原理是怎樣做 如果我們現在 有兩個分數 兩個分數 當然我們所有 A B C D 都是正數 Positive 的 假設 AB 不能再弱 我們叫做 Coprimes 即是他們沒有 任何 的 common 除了1之外 我們叫 弧質 如果我們有 這兩個分數 有一個小 一個大 我們會發現 如果我把 是他兩個人 那個分子 即是我們叫A加C 加起來 然後再把他們的分母加起來 我們會發現 其實這個新的分數 我們有很多小學 我以前也會這樣做 分子加分子 分母加分母 好像是對的 但其實當然是錯 我們發現原來這個新的分數 會介乎 原來的兩個分數之間 這就是調日法 最基本的精神 如果我用一個數字 我們看看右邊 我們發現 如果 二分之一是小於四分之三 如果我現在把 兩個分子加起來 兩個分母加起來 就是二加四 我們發現 這個數字 即是四除六 亦會介乎 這兩個 舊的分數之間 好了 我亦準備了一個 是Algebra代數的證明 給大家參考一下 即是我不做了 我直接把答案寫出來 我們只是考慮 這兩個分數 這兩個分數的相差 我左右兩邊都做了給大家看 示範一次 亦是透過一些Algebra 可以證明到 是剛才那一條的不等式 除了剛才的代數方法之外 亦準備了另一個 在座標上的證明方法 亦有一個圖樣給大家 讓大家容易接受 首先 我們要考慮一個平行四邊形 我們把其中一個Vertex 放上去Origin 00的位置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Number 都是一個正整數 Positive Finagers 所以我們 只會考慮 在1st Quadrant 右上角的範圍 這兩點 一個叫BA 另一個叫DC 我們發現 原來 對角線 它的Vertex 我們可以用 B加D 和A加C 去表達 為何會這樣呢 我們很快解釋一下 我們考慮一下 這個直角三角 這個有一個直角三角 我們發現 打橫的距離 應該是一個 D的距離 走了打橫 向右邊 向上呢 原來走上了C 好嗎 我們發現到這個是一個平行性變形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直角三角 可以這樣移動 亦都是照顧出一個直角三角 這個下面的Base 是一個D的距離 而上去的這個距離 亦都是C 好 所以 我們就很容易可以計到 本來 這個Point 它是BA 即是說 這裏打橫呢 已經是走了 B那麼多格 B那麼多格 再加上我們叫做D 所以呢 我們整體這個對角線 它的頂點的座標 就會是 Bygadok 同樣道理 它的Y座標就是 A加C 好了 我們發現到呢 因為我們發現到有一個 很 很 直觀的想法就是 啊 一個平四邊形 它的對角線 一定是會 夾在兩條邊之間的 是不是 好了 我們將這 三條線 好了 哪三條 這條 第一條 中間的對角線 第二條 以及底的這條斜線 他們的 slope 我們試一下 由細至大排出來 最小的當然是 這一條 最平坦 即是沒有那麼斜 它的slope 就是 A 減0 over b減0 即是A b 咦 對呀 這就像我們剛才寫出來的份數 我們發現到中間那條是對角線 我們會寫 A加C 除以 B加D 這是slope 最大就是 C除以D 我們都可以用一個 圖像的方法 座標方法 證明了 這個調日法的方法 我亦都 再寫出了這個調日法 中間的 Iteration Process 即是跌代的過程 我亦都盡量跟回 原文的 Terms 我們發現到F 假設是一個 真值 原文 Define 兩個 Terms 弱率 另外一個 強率 我們都照譯 Weak Ratum Shrong 我們就會 計算一個新的份數 份子加份子 除以 份母加份母 如果我們發現到 這個新的份數 是大過我們的真確值 即是real value 我們就會把這個新的份數 將它變成一個 新的strong ratio 新的強率 代替了 舊的強率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我們要 計算一個新的 再計算一次新的份數 就是把舊的 A加C 再加多A一次 然後下面 B加D 再加多B一次 好了 如果在右邊的Case 是小過的話 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會把它 換了 換了弱率 好了 其實我聽完之後 也不知道你做甚麼 我們一起 看看 後面我用一個 圖像的方法解釋 我們用剛才的 平衡四邊形的例子 去解釋一下 這個跌代的過程 這個ituration的方法 是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發現到原來 我們這樣 計算了一個新的對角線 好了 我們發現到如果 Pi 這個真確值 是在這個位置 假設 好了 我們就會考慮甚麼呢 我們就會 將 把這個對角線 和 這個最底下 夾住Pi的這兩條新的線 把它 形成一個新的 平衡四邊形 這個舊的點 我們就不要了 OK 所以我用了新的平衡四邊形 這個黃色 這個 就代表 我們舊了兩條邊 這兩條綠色 仍然在這裏 我們這個 新的平衡四邊形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對角線 對呀 新的對角線 在中間這裏 當然它那個vertex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計算 我們就再看看 它這條對角線 和哪條邊夾住Pi OK 我們這次 亦都是 寫起這個上面的一個 我們就用下面 這個對角線 和最底下這條邊 再一次 繼續形成一個 新的平衡四邊形 好了 所以這個過程 不停地重複 我們不停地去考慮 看看哪條線 和Pi夾住 我們 我們不停地可以用這個方法去逼近 一個份數 和Pi相約 亦都可以大家 參考一下這個 有一個平衡四邊形 我們不停地製造一個新的平衡四邊形 令到 這些新的平衡四邊形的對角線 和其中一條邊 不停地收集 夾住Pi這個數值 好了 說了那麼久 不如真的動手 試一試用這個調入法 去估算一下 Pi的數值 首先 就是模擬 當時 祖宗芝知道的事情 他只知道 劉輝 是估算到 Pi是3.1416 當然他們那個年代 完全不會知道 Pi的正確是多少 亦都不會知道 Pi 其實 是不可以用一個份數來表達的 但是 他們的成就 也是非常之厲害的 他們用了什麼呢 用了一個弱率 和一個強率是3和4的 當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看到3和4 一定會包括3.1416 我們就會 計算什麼呢 計算一個新的數字 就是 F2 等於3加4 就是1加1 1加1 好 很容易計算出來 就是7 2 你會發現這個7 2 是大過我們的 F F是什麼 F就是 劉輝 他是計算出來的這個數字 所以 我們就會換了 調入 調入的動作是怎樣呢 我們就會 3除1 這個弱的 這個 weak 的位數 保留住他 當然我們3.1416 寫在中間 夾回就是 我們把 本來的 4 over 1 換成7 over 2 當然7 over 2 大家都知道是3.5 我們都可以計算 Percentage Error 我們就會 和3.1416 去做一個比較的 我把3.5 減3.1416 然後把它除回 就是3.1416 就乘回 100% 我們按一按機 這裡我就要偷計了 因為 真的沒辦法了 因為要按機 我都很佩服當時 他們完全沒有計算機之下 還要用 算酬 算酬 好像一支支的竹子 放在地上 祖宗子和祖宗子組織 一起去 做計算 紀錄 那些是非常花時間和很強的耐性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想說他們的父子 有機會 如果大家想看 我做劉輝 國元說話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 給一些意見 好了 我們繼續做下去 好嗎 繼續做下去就是F3 我們用 是 新的 7 over 2 加上 舊的 Weak 的位數約 變成 10 over 3 我們看到這個數 亦是大 是劉輝的數 好了 中間 可以繼續換 3 over 1 仍然是繼續保留的 因為 我們現在計算出來的數 全部都是換走到 Strong的 10除3 就算是3.33333 我們嘗試計算 它的percentage error 3.33 很長的 減3.1416 再over 3.1416 乘100% 可以計算到 本來是11.4% 我們換了一次之後 其實已經 差不多少了一半 去到6.10% 我當中的過程 我就不再寫下去了 因為都是不停的重複 這個動作 讓大家看看 我做出來的 這個 一些 跌代的 結果 當然最短目的就是 其中一個 就是第七次 調整了第七次之後 其實就出現了 22除7這個數 22除7這個數 如果他把這個數字 跟他當時劉輝的數做比較的時候 你會發現 當他一直做的時候 當然是他的error 他那個的誤差 是越來越小的 這個越來越小 去到 突然之間 22除7的時候 是突然之間 是少了很多 變了0.04%左右 這個數 也是 令到 做中資 馬上可以 原來 我繼續做的時候 是突然之間 那個數字 是可以 小那麼多 這個22除7 也意味著 和π 非常之接近 一直做的時候 我們發現 他那個 那個 誤差 又會大了 對嗎 又會多了一點 不停地做 我們叫做跌代的時候 我們看看發生什麼事 好了 我就繼續 和祖宗之一齊 還原回當時的情況 一直繼續做下去 那也是 去到最底 這個 最矚目的 又是 第23次 調日之後 我想像不到 他做過程 做一次 要做多久 我真的不敢想像 當時 非常之 要沒有風 因為如果 一大風吹走了 那些蒜囚 又要重新來 真的很慘 祖宗之 可以得到 355除113 這個數 這個數 相比當時 劉輝的 估計的數值 其實已經去到少數點後 是 4個位 那個 誤差已經是去到 非常之厲害的 我們來計算 這兩個數字 22除7 和355除113 這兩個數字 在當時 和 劉輝 和真實 那個派的數值 究竟是有多相差 我們也計算了 這個 和大家看看 當然 大家最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355除113 這個 分數 其實 和真確派的數值 已經是非常之小的 誤差差不多是0點 5.0 8491% 那麼 當然 當時 他計算到的數值 當然不是那麼多 誤差不是那麼少 因為始終 他也是憑著 可能是看著劉輝 或者是他自己 再用國元數 可能 再到少數點後 再後一點 其實他已經很有信心 這個 分數 已經 非常之準確 當時來說 證實了 他這個分數 355除113 也維持了98年 才有其他數學家 打破 這個 這個 暫時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這個 Pie 圓周率 或者是一些 古代的數學家 如果再有很多興趣的話 也可以留言 如果是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可以給個like 我們在 下一段影片再見 大家 拜拜